会有所谓的这些老保黄牛 也是看准了一个心态 你说这个多少是有一点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对不对 因为你可能会觉得说 哦这个条文啊 或者是这个上网去查啊 手续繁琐啊 我还自己在那边慢慢 尤其如果年纪大 我难道要戴个老花眼镜 慢慢在那边查吗 所以你说如果真的有人 来帮你做了这些事情 你给他一点报酬 对就像我刚刚讲的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但是如果付给他两成到五成的话 会不会付太多了 只要工作 其实我们都会投保这个老保嘛 那么受了伤都能够申请的 但是呢很多人就是因为太烦了 所以放弃申请 所以让黄牛看准了这个漏洞 才会帮你代办仇佣 高达五成的话会不会太超过了 但是其实申请老保津贴的话 步骤就干端了耶 这个网路上面甚至有热心的人呢 帮大家整理了 现在大家最爱看了懒人包 教大家怎么样申请 老保局也强调 只要到老保局填写那个申请书 然后再附上医院给你的诊断书啊 相关的文件啊 就有专人帮你服务 你还不如到老保局去 让人家帮你服务容易多了 申请老保给付老保局制工台 询问民众接二连三 就算到了柜台 还是一头雾水 没经过专员耐心解释 一般民众想顺利拿到给付 真的不容易 之前没有这样 但是因为来这里 你所希望的那个问题 他这里都会帮你 民众补萨撒 但其实申请今天步骤很单纯 就民众因为父亲在越南工作 突然中风倒下 医疗转整分由高达200多万 才知道可以申请60多万老保失能给付 因此加设病后人生网站 懒人包 教你怎么申请老保 申请老保给付的流程 其实并不困难 第一步民众可以直接到老保局 来索取申请书及给付收据 如果是伤病给付 除了去老保局 索取伤病给付申请书外 再缴交伤病诊断书 还有事故出勤相关文件 就能办理 而且五年内都有效 如果是失能给付流程一样 索取申请书 交回失能诊断书 但记得要请通报单位 回记申请书 不是因为工作而引起的事故的话 那从他住院的第四天开始 在住院期间都可以来申请给付 伤病给付 那他要准备什么东西 他要准备就是诊断书 还有申请书就好了 许多民众误以为申请老保给付 相当复杂繁琐 还找老保黄牛代办 遭抽拥两到五成 但除了坊间罗列的懒人包 其实只要去老保局 就有专人帮你服务 千万不要因为省麻烦 而吃了闷亏 记者陈志宇 高家福 台北报导